Hello Alice 你好 在5G和AI这些新兴技术的辅助下 那么吉米乌联对万物智联未来发展 是有怎么样的独特的理解呢 5G和AI这两个话题近两年提得特别多 因为他们作为最新的一个商用科技的代表的话 实际上从目前来讲的生态还不是特别的完善 所以实际上对于中国企业 可能特别是深圳这样子的企业来讲 什么时候进入都不算晚的 因为它会催生特别多的云技术 区块链 AI方面的一些需求 从我们自身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一个是5G下面的体现的一个EMBB 就是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 就是那个增长的移动网络 这样子就导致了说你的网络的带宽增加了很多 比如说传统来讲 你只有语音的还有简单的图片的 那你现在可以传一些高清的视频 然后这些高清的视频也会吹成更多的 视频类的 AI 分析的一些需求 另外一点就是UILC 就是Ultra Reliable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 就是超可靠低延时 这个技术也会有很多的应用 比如说传统的对讲机 它使用的是一些专网的网络 对吧 是一些专用的网络 然后可靠性比较高 但是你传不了视频 也传不了图片等等 那么传统的公网的设备 就是说利用我们的移动网络的设备 它有一个很大的痛点 就是它的延时很高 但是它的地域范围很大 所以实际上目前来讲 在荣灾方面还没办法完完全全来挑战 这些传统的专网的设备 但是如果5G的独立布网已经实施的话 实际上是对这些公网设备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因为在5G下面这个延时 完完全全可以做到跟传统的 这个专网设备一模一样 甚至超越它 所以这两块的话 我们认为在安防 以及在一些大食品 或者是自动驾驶这一块 有非常多的一些应用 是可以去落地 好的 那我想就是问一下 就是吉米物联现在在一些案例上 有没有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然后包括就是一个未来的 一个发展的规划是怎么样子的呢 吉米物联的话 实际上我们20年的历史 一直是基于位置跟服务两个东西 就是位置通俗来讲就是定位 什么东西都可以定位 包括园可以定位 包括车可以定位 对吧 然后宠物可以定位 甚至羊都可以定位 然后呢 对于定位的技术来讲 我们会往两个方向来发展 一个就是说 在室外的高精度定位 我们利用一些地基增长系统 来做高精度定位 或者是GPS的不同的频段 来做双频的定位 这种在室外 已经是可以做到亚米级的一个定位 然后在室内呢 我们也会利用一些最新的一些技术 包括弹幕限于包括蓝牙 或者UWB 或者说ZP等等 来做一些智能仓储的一些管理 因为 现在要定位的设备不只是在室外 当你比如说一个货柜 由室外转到仓库里面的时候 它有大量的需求 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货柜 到了仓库的什么地方 对吧 它在室内也要做管理 所以这两块是我们一直会去钻研的 就是在定位位置符合那一块 同时呢 我们在驾驶跟视频那一块 也有一些应用 包括我们现在跟东南亚最大的一个注册公司 Grab 就是类似中国的弟弟在印度尼西亚的 已经采用了我们的视频解决方案 就是说来保护当地的司机 他会做一些人连的识别 会做一些司机驾驶行为的分机 以及一些紧急情况下的一些报警等等 目前都是取得了比较不错的一个应用 那其实可能对于现在网络数据各方面来讲 那对于用户也好 或者是什么也好 可能大家比较关心在安全方面 那几米物联在这块有什么一些 就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呢 最近几年确实安全这个话题也提了很多 特别是欧洲的GDPR的法案 还有美国明年的加州的CCEP 2020年1月份就会开始执行 还有中国的网络设备与安全保护法 也是19年5月份开始颁布的 所以说面对这些越来越严格的法规 数据安全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话题了 那我们在设计设备的时候 在生命周期的最前面 那么我们会采取一些加密芯片 然后在网络的传输层也会做一些比较多的加密 同时我们的原端的系统也是跟国际厂商最大的 像Microsoft 微软的一个Azure平台 在做深入的IoT平台的一个合作 那么他们的平台本身就会有很多安全的套件跟性能 给我们去使用 另外呢 在应用程 在我们自己的平台端 我们的车队管理服务这一个终端来讲的话 我们也深入的参与到GDP 这些法律法规的合规方面的国际咨询上面来 就力争我们在全球的运营的话 尽量不要受到这些法律法规的限制以及影响 因为很多中国的企业实际上没有这个意思 比如说实际上对于用户的饮食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退一步讲 即使你觉得你不重要 但是你使用你设备的 使用你服务的那些欧洲的用户 他会关注这个问题 假设你没有被罚 但他可能会被罚 他如果被罚的一干二斤 那对我们来讲其实什么好处都没有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一个想法 好的 谢谢 感谢您的一个分享